各位我今天我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用老师的经验助人而做到的 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做到的 我也不是我的奴隶而做到的 我是用老师的讲法 用老师的经验做到的 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 明天这么平凡的一个农民 我都可以去抓住这个机会 我跟着我的老师 跟着大大专专的会议 我都可以做得到 在座的各位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住人 而实现这个梦想 但是对吗 我今天我的儿媳妇 也做到了可有权的海外旅游 我的女儿也做到了高级主任 我觉得爱是一个 加上改变 但是对吗 我可以 还有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 主要是感恩的老师 只要听老师的话 让老师说的去做 老师的今天就是温暖平天 大家说对吗 对 我现在想做得这么优秀的 我们的金哥姐 我们的这个是 秦斌姐 我们的其他哥费英姐 还有我们西姐 这么多优秀的领导人 我们都是老师的孩子 他用老师经验做到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大家说对吗 对 今天还有我们上海的下一位 就是我们上海的我们的 一平大哥 焦大哥 他也是一个原来很平凡的人 但是通过跟他老师 他也做到了高级营销总监 他是通过帮助更多人做到的 传动行业 是你一个人优秀 而再不要别人去优秀 谁就带着一群的竞争动对手 而在安利职业 一个人的优秀 是因为你做到了帮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跟我们一样的优秀 大家对吗 让别人的掌声 然后教育的教育 在美国的尊敬的陈老师 陈老师 和他在路上 赶到会场的 我们韩姐 文青哥 我们还有 我们上海的齐大哥 我们慧英姐 对大哥 许行姐 讲的对大哥许行姐 其实我们是 他们夫妻跟我 我们夫妻俩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的呢 这个许行姐跟我太太是一样的 我跟戴大哥是一样的 而且戴大哥也是一发师 我也是一发师 所以非常感应 韩老师 常常这么好的环境 特别是今天 因为我们澳门的明星到来 对吧 我们耀光 我们这个叫军宝 对吧 两个就是在中华大地上 都很有名的 来到我们上海 所以老师昨天给我 才能打个电话 给我讲 这两个什么样的 能不能跟我讲 对吧 然后能够有机会 能够来到上海 所以我们珍惜这次机会 学习 所以我今天 在这个 有机会站在这个表面上 跟大家来分享一点 自己的故事 所以这个两届老师 所以我是教育品牌最上海 26年前 我是一个美发师 跟贝大哥讲的一样 我是美发师 因为我在美发行业 曾经干了18年 因为我是顶记我的 我父亲 是1979年 1978年底 我来到上海 我是出生在 苏北的农村扬州 然后我爸在上海 然后有机会顶记 父亲来到上海 那时候我是 只有15岁 因为年龄不到 同工不能接受 什么样 是我加了三岁的年龄 所以贝大哥还没有退休 我已经退休三年了 所以来到上海 从事理发行业 所以来到理发行业 所以人 这一辈子 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 实际说就是很重要 你被什么来影响也很重要 还有更重要的是 成功人的一句话 比如说 或者是给你有了 给你点过一句话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当我进入理发行业的时候 我爸就把我带到 上海的四大名店 然后把我介绍给上海 最有名的理发师 也就跟我讲 如果将来你在理发行业里面 做到像这样的理发师 跟他一样 将来你就会在 这个行业里面 涂了涂地 你的生活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记得在我18岁还不到的时候 我的父亲还在去世 然后留下这样一句话 一直去把我 所以我要成为理发行业的教教者 将来能够改变命运 所以我就 人家用三年才能学徒毕业 我修用了两年 成为比赛 我们这个一届的 那个里面的第一名 然后就是用两年反思了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这一次代表我们区域参加 四里面的比赛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 被认口 终于坚持十年 摸一届 在我做理发行业 第十年的时候 我成为上海的美发男子发情女生的第一名 曾经报纸会有介绍过我 电视台里有很多出品的电视 那个是80年 很远远的故事 所以在当初 我们国内的行业里面 都有高工的补贴 对吧 发行业没有高工 最高的行业支撑 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六岁 所以二十六岁 我是我们这一代当中 上海的唯一一个二十几岁 就成为拿到高工补贴的理发师 是因为行业里面 他要学一个 跟电影其他行业 提高我们理发行业的 整个的定位 以前我们就讲的 同样白大褂 过去理发师 是穿白大褂的 也是拿高的 对吧 但是你医生也是别大褂 他拿手做刀 我们才拿理发刀 但是这差异 公众的差异 地位就很大了 对吧 所以慢慢开始 我们提高含义的地位 所以刚刚代达可以讲 人家看到是搞艺术的 我跟你讲 真是 理发还是理发 一定有 好的理发师 一定要有一点 叫美的 叫艺术细胞的 否则你造不出好的发型 对吧 所以我弄的发型 只站在风口 风吹会动的 这叫风流 所以有很多人的发型弄好之后 怎么第一 怎么弄一动一散 那怎么叫风流 对吧 所以 这个理发行业里面 慢慢开始 有一点小明星 很多明星 很多的企业家 包括政府 很多人不是我的顾客 应该讲 算是出生平凡 但是有的是 跟一些不平凡的技术 我会发现很多的 做生意的人 我发现他们比我强多少 对吧 我发现他也没有什么 比我特别强 其中外来 但他们就还有钱 我就没几年 所以 我虽然做到上海的理发 可是我的身份 还是他们 有的时候 看那些人 就寄一些小费 就像我们刚刚 王景大哥在讲的小费 因为他们是套小费 服务员都是考小费 我是更加要考小费 所以 在那个 行业里面 慢慢发现 谁在年龄的震荡 年轻 阿宝 那个 要关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年轻的时候 记住年轻只那一段 所以 传统 看那一段 我也很光彩 电子在播音里面 都是我的顾客 对吧 然后上海的 那个赵子杆 那个 生去生 灭去 网址 那个 叫叫 护具网址 都是我顾客 对吧 我们不认识 所以我做安丽 都把他们推进的 这个环境来了 所以 当然现在保持联系 对吧 可是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行业的 对吧 我说你暂时不用来 你先把那个行业 传承好 对吧 对吧 当然传承过人 但是有的时候 人呢 每一个行业 都有每一个行业的人 去 建设 去传承吧 对吧 所以 我就把理发这个行业 让别人去传承了 所以 所以 26年前 26年前 是一个 很有危机的年轻人 我还没有结婚 很有危机 随着上海的改革开放 那个 电话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那个理发店 后来我是被 佳化 这个 老总看中 到了他们 上海 佳化 国内 最大的 热华行业 热华公司 被他 邀请去 然后 我就在 同样在这个理发店上班 但是我的公司翻了好多倍 然后 我还拿到股份 对吧 还拿到很多 当然 这个也是一定的关系 因为 我是给他理发 也给很多 他那个圈里里面 理发 所以 应该讲 还还可以 就没想到的是 所以 意外就来了 南北高架要建 这个是蛮 蛮早的故事 上海的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南北高架 第一条上海 这个高架 就是南北高架 刚好要拆迁 我们这个 所以就很有危机 所以危机 我们讲的 老实讲的 危机 后面就有忌讳 所以幸好那个时候 我就有种危机感 然后我那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有机会 从海外 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打到我单位里 他跟我讲 他想叫 我现在在台湾 介绍到一门生意 这个生意 不需要投资 这个生意 是在中国大陆 为了是不得了 因为台湾这边 怎么样 他讲到这个 很动人 我说你还想 你就陪我讲这些了 反正你看过的 在那边可能 在这边不一定 对吧 还有 里面听被人哄吹吹 你就相信了 对吧 我说我们要考虑考虑的 对吧 我说你最好便回来 就没想到这个人 三个多月之后 从那边回来了 然后就跟我讲起 你都到家里 从那一个面子到他家里 吃好晚饭 拿出一只口吞 在手上比划比划 跟住边画一画 一模没了 因为我说这东西好东西吗 我说我嘴里可以喷 但是这个叫液体口腔谈 和这个清新口气用的 哎呀 我说这东西很好 我说你明天给我搞一百个过来 因为我 我让他搞一百个过来 我绝对有本事把他卖掉了 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这样在我的粉丝里面 分享一下就没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本事 结果他跟我讲 我一次都没有带 其实这一次用了还有一点点 送给你 我说送给我为什么呢 你不是回来做这个生意吗 我要帮你啊 是不是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他跟我讲这个话 他说这个公司 这个产品我现在没有 但这个公司已经在上海开业 已经开业很久了 我真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以为我是把人 与人打交召召召 我是一个很听的 消息灵控人士吗 没想到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所以 他就给我讲起了嘛 然后那天晚上给我讲到 还有讲到什么 CMV那种 黑弹的故事 联手的故事 还有讲到什么 很迷人的 这个圈圈很迷人的 对吧 所以第二天 我就 然后 陪他去办了加落 这张鱼板 是在说这个鱼板 好迷人的 被分解放的 没关系 重要的在后面 这辆几分钟 然后呢 就跟他一起 去办了加落 没想到 办好加落之后 我以为这件事情很好做 因为我每天给别人理发的时候 我估计是20个 所以在讲20个 就是宝购大师 我说我那个时候 顾客 我每天给他讲 他被讲的 好的产品这么好 这个 这个又 用功课不好 可以退的吧 结果没想到 20个人 可能被连 所以 刚开 刚开口 别人就 发现我的脑子有问题了 昨天 大概 脑子烧坏了 想花钱了吧 那小小 你也想花钱了 我说我怎么会想花钱 你不是做你爸的吗 其他的跟你不搭盖的 对吧 所以那我就 跟他们这么也讲没气了嘛 所以我就跟我的介绍人讲 我说这个事情你可以做 因为你讲到我心动 对吧 我讲到没有 不理我 对吧 我说你可财好 我没可财 是什么样 所以 那个 建设人跟我讲 他说你 小家 你知道 这个事情是需要学习的 我是去学了 三个月 你是刚加入还没有学呢 我讲对啊 他说你至少要学 三个月啊 我说不止三个月 因为你那么聪明 学三个月 我只说有很明术 我放了一杯 好好好 我就跟他一起走进这个环境 学习 所以在这个环境中去 学习呢 坚持学习不断自我成长 然后改变了身边的人 所以慢慢开始 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就做到了营销之期 在1996年 那时候 我好 你可不可以 假想 我会 我会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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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路走來 庫國安慰事業已經周遊世界多少年 那就不用講了 坐在海外裡頭 更重要的是 庫國安慰事業 我跟我一太太結婚 當初只是一個很小的房子 我現在住的房子是一到四樓的 一到四樓 還是可以的 對吧 所以這一切就是一個房子做了一個決定的選擇 改變的命運 這一切就是一個房子做了一個決定的選擇 改變的命運 然後我的兒子現在在美國 在紐約大學 不是在紐約做大學 不能在紐約大學 兩句話概念完全不同 所以在紐約做大學那就多了 紐約大學這次上才做大學 對吧 都交代負擔這兩回事了 對吧 所以他在紐約大學都輸 那一年的費用差不多要八十多萬元 因為這段時間更貴了 但是他的費用是很貴了 是個這樣 所有房子都長了幾倍了 然後看過安慰事業你看 我跟我太太來寶寺節 我十年前我就拿了S級的分子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自己在安慰事業裡面 選擇得到的 所以我今天為了價格不是在炫耀 有錢來過的事 對吧 上海 尤其上海 你不要講你自己的錢 對吧 搞不好 搞不好 那些人跑步的人 就做少一身這樣 對吧 所以我只是告訴你 我真的一個普通的理法師 因為不擔心選擇案例 能夠獲得今天這樣的成就 當然不但自己 還有我知道 所以我把生意 把這個機會也介紹給我 我姐姐的揚州 剛剛跟林姐講的 她是重鐵養豬的 當初我做案例他們都罵死我 不是反動 反對 是反動 假如我不出現 這樣 普普正業 看到我案例成功了之後 我就告訴她們 成功需要普普正業的 你的正業不一定成功 正業不一定成功 實在是我們公頁 另外的結果 就是普普正業就是你的正業 對吧 所以請問人家 有的時候需要通過正業的 所以我姐 也是一樣的 通過案例事業 她用四年的時間 也做到了高級經理 現在已經連續十幾年 是高級經理 在陽州那邊 這麼一個普通的人 連普通話還講不清楚 反正什麼 本來老師講一個機會 請她過來給大家 見識見識的 其實按理什麼能做 就是什麼能做 問題就是 只要你堅定 只要你相信 跟著老師 因為我們有四年第一的老師教 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 這麼好的平台 對吧 只要我們一個自己 一句話叫相信 你走進來 認真先去學 我們做到了今天的生活 你一定也能做得到 所以我想今天 因為時間關係 非常特別 謝謝 所以在大餐上台之前 還有一位 我們的上海兄弟 對吧 這是我們的 我們這個 崔大哥 我們歸一姐 他們倆是我 真是人生學學的榜樣 因為他們在上海 關心了多少老師的小父母 我曾經也是 因為他們能夠 走進這個環境 的環境 一直在關注到我 所以我想今天 老師安排 對吧 接下來我們 就邀請我們 七大哥 那個 歸一姐 歸一姐 我們親愛的 遠不在美國的老師 季老師 還有我們 每一個青蛤姐 還有我們 未到會場的 晚上要來的 我們親愛的 韓姐 還有我們前排所有的 領導人 大家下午好 好 今天 這場會議 真的是 因為是我們 曉光 阿寶 白島 那麼少的人 從來沒有的 老師的會議 都是在萬人之上 今天走進來 真的一盤 怎麼會那麼少的人 太適合了 但是現在 目前就是 安逸頭條 全部在轉發 對 真的是 好多好多的人 都有票 在下面等著 那今天呢 我們每一個 領導人商量分享 真的很感動 因為是時間的關係 大家都已經超出了 後面還有我們 清科姐 精彩的分享 所以 所以呢 他們說 阿光那麼成功的 在傳統裡面 各方面那麼成功 但是有一點 非常可謂的 他就是非常的謙卑 很難的 所以我聽了之後 聽了 今天看到真人之後 我覺得阿光 和阿光 都是非常的 深思的共度 對我成功人的特質 那我呢 我呢 我是第一道道上海人 那我呢 從來沒做過聲音 我也不懂 怎麼講聲音 就是 跟他談戀愛之後 沒有幾年 就上班 然後讓他去 做財務 去做衣服 跟他認識的 所以呢 後來就變 最後青年 因為什麼 我也不用上班 然後業務 也不要出錢 就讓他做 那麼最重要 結婚之後 他去了日本之後 回來之後 遇到了一位日本人 對他講的 這本機會 那我們呢 這個上海人 非常看不起 這個外面 誰想誰想的 那天是日本人講的 就很好奇 所以我也不懂得 我的先生是 很聰明的 他跟我講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 他最好重 因為他回來跟我講 有一個日本人 跟他這個 然後他也進去會上 我也聽不懂 但是真正的 聽懂也好 看懂也好 是遇到了我們 親愛的陳老師 遇到我們的老師 那我真的什麼都不懂 我看不懂什麼 叫暗記 什麼什麼 真的都不想搞清楚 我就看到老師的 穿的衣服很好看 老是你很好看 見不懂得 那這件事又帶著我們 日常卡拉OK 真的那麼開心 我不知道哪 看那是什麼 我就知道那麼開心 我要做這樣的一個移訓 那老師在拜託我的時候 從我一點都不懂 培養我 我覺得真的 經過我 按十年的生命 可以這樣做 挫折的教育 是最高境界的 當我在事業裡面 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老師是鼓勵我 激勵我 培養我 帶我到全世界走 讓我分享 當我一個不敢講話的人 在台下 三個年紀 不敢講話的人 讓我能夠 奮上國際舞台 一直到現在 老師帶著我 讓我自己 首先我很鼓勵 還有就是 老師教我要有智慧 讓我做一個真的 三種意的女 所以現在 以前就是 徐先生 認識時候 習大哥 你現在要聽我的 現在什麼都不聽我的 我現在有一個人 三種意的女 所以現在 以前就是 看法徐先生 認識時候 習大哥 什麼樣的一位人物 他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我們不知道會找到 那時候 第一次 政治老師 在我們眼中 當時是 怎麼樣的一位人物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感覺 讓他來分享 然後我們就是告訴各位 真的 今天在這裡 我們一路走過來 我們一年就再上一套房子 真的 就做一年 兩年就上了高級總結 三到四年就是行徒總結 再到第四年以後 就是高級總結 老師拜託你們 我們眼裡沒有別的 只有人家 所以現在會不會這樣說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是很開心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老師已經造了新人家一樣 坐在地下的每一位領導 西西姐王淺大哥他們 雖然他們說是我們帶 但是他們真的是 也是對我們非常的好 對我們非常的敬重 然後許晴傑跟 拜託跟大哥 每個月都在線上為我們講課 我真的是覺得 因為現在疫情上 還有很長時間 但是他們每個月都會在線上 來幫助我們 那修一廷大哥也是的 他做的那麼好 還在那麼的前輩 有事前來問我們 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我們的老師 清科姐美麗善良 這還不算 內心非常清淡 是我們女人學習的榜樣 所以還有就是韓姐今天晚上 這個精彩的課程 韓姐傳承老師的 真的耐心和安心 對老師傳承小寶貝 那種光榮度 不是講的 他是做的 這一切在這個環境裡面 萬元環境是找得到的 那究竟我們朋友的老師 我們看到老師什麼樣的心情 老師如何把我們做上去的 接下來呢 進行我的一禮拜 齊大哥 做了一禮拜 最近的老師 齊老師 還有我們 清科姐 特別是我們的貴賓 我們兩位來自於 這個澳門的 打拼頂頂頂的明星買到現場 哈哈 我跟他們說我一樣 我是日本人介紹 和日本人介紹 所以別人跟我講案例 我可能還不要聽了 是不是 日本人呢 這個有一個大學教授 那個人本來反對案例 他後來兩個同學 一人是F中的一個部長 他後來做案例 他覺得好奇怪 對不對 又到反對案例 結果那個人講完之後 這個跟我自己了解的案例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走進案例 你說東方還你高跟 他們就來到東方 東方 東方人多嗎 日本人聰明不聰明 聰明 聰明 聰明個屁 聰明個屁 聰明的人 聰明人 聰明人 聰明人說 夏東 夏天 有大 這個聰明的聰明 這個我們中國人 對不對 你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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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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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条白色的脸群 脸群有七顺 哈哈哈哈 这种脸群 后来就说 在这个啊 以前在这个事业当中呢 他是不管的 就是听我讲话 但是安定成长之后呢 不要停家了 因为他今天知道是 就当初来到这个环境之后 跟着日本一块叫安定的时候呢 我们很卖力 几个月就做到营专了 然后呢就外面转线 我们就准备不做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呢 我们忽然会找一个人 这个人就在全世界地区啊 陈老师 你们上面是真的假的 还没见 我们上面是陈老师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然有人被打出我们 陈老师到上海 那我们觉得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可是到了那一队之后 哦 好了半天之后 哇塞 原来陈老师就是我们的人 有人突然从自己 美国中共之间 就是什么感觉 哈哈哈哈 世界最终的导人 就是我们的导人 但是你不懂安定 泰山再大 也是看不懂 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不用珍惜 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 开大会的时候呢 陈老师太阳会做出来啊 我们站在门口躲在那 因为我的 哎呦 我是第一次的你的宝贝工 一绝人在那 陈老师你看 看到我们俩 他在那座带 哈哈哈哈 所以我当时就跟老师一块 还有王九族 嗯 嗯 那时候我们一起来上开会 所以我们就跟老师在外海中喝咖啡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跟对世界最底线的老师 我当初跟日本人做安定做了几个月 上了银章之后呢 都被放弃了 这安定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对 陈老师说 现在九八年转型 我们已经知道 在全世界都发生了两次 你一开始也会来安定 在中国前景 真的 爸爸老师你放心 我已经想过安定 那时候我已经找两次 我两年没做安定 但是这个护膝没放弃 估计说这个很重要 对 但我根本不要做安定 所以他跟我讲 你还走 你这样 还不要做安定 哈哈哈哈 我玩sky 结果两年之后呢 陈老师又来到上面 那时候呢 他叫别人 他我不叫过去 听课 你根本不要听课 对不对 你跟我们做评计 可是陈老师要听见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只是为了见陈老师给个面 是吧 这下来 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长 我还看不得了 两年之前 前面坐 现在坐前面那一派人 两年之前 都是跟我业绩差不多 哈哈 您当了 我们往生的那种 对不对 两年之后 跟着陈老师 我睡到他们没睡 连部长大学 哈哈哈哈 我睡就是寒劫啊 对不对 杨大空啊 就是现在的艺术性 都是我的同学啊 哈哈哈哈 我睡一下 两年 我那种一定会摆断 懂了吧 因为这些人 我以为 我非常优秀 对不对 后来发现 我就不见证据啊 哈哈哈哈 结果怎么样 就当场决定 要跟着陈老师断理 我那时候可以看通道 我点了一个陈老师 这个陈老师 你知道吗 嗯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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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我点证 嗯 这一个点头 成功人给你点头 如果你的学校珍惜的话 就像那个武功告诉我们 这个工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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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205年就出来 8月份上银杠 9月份做洪老师 哇 这跳银杠的起来 老师跟别人 老师在陈老师听到台湾的问一句话 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们 哇 你真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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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心的 嗯 哈哈 你真心的 你真心 你真心的 不要说 你还要用越是外 就没有加油 用那么好 我吃看看 走一分 哭 第二月就撞着 前提不知道 那个时候 2000年了 拿了1万8天块钱 哇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回应给他 放进去 怎么样 我看 我们营兵做到营兵 我们就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五百六五百六 现在是一天五百七年 等一半的话 这都变成人 很真心的人 没有那种性感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是建议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 最新之后的 我们第二年 这个时候叫关系经理 对不对 历史年做高级总监 不要跟着沈老师去 然后后来我们家里 因为有测试情话 我们走不出来 我们来一年 古法都回来 以前沈老师 带着全世界的人 都到我家里 古门的那个情况 是不是 都是很喜欢到我们家里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说 这个世界太快了 所以我们七年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七年没有出来 但是你的奖金 你的海外旅游 周游世界 都会造亚 暗力公司给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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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行业 当初做 做活动 赚钱了 我们做采锅赚钱了 到日本就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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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得到什么 你所赚的钱 根本就不值钱 我们那时候有100块 到外面 否则一辈子吃完都不完 你这100块 你游一次都不动 对 当初我们从日本回来 去买了一公 这100一百 在上海买房子 买车的时候都买不起 你做的行业 一定淘汰 我们经历过这个行业 现在互联网时代 淘汰更快 对 我们今天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 你的作文会出来 我发本事不用手 打一下就行了 他用规划面 我们 流逝的天生联网 我们什么也没得到 可是我们今天 进入安理世界 得到一个永久 广告的世界 你今天做了成功了 你的自自在在 都得到巨大的好事 所以我们要感谢 我们的老师 他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不管你今天努力不努力 你有兴趣的人 他一直盯着你 从盯着你成功为止 像我们这个 以后我知道他 他被我态度 也被态度 陈老师你态度 他一定要定他 他一年五年十年 他这一辈子就会定你 听问这个世界上 有谁是为了你的成功 而天天立着你的 对 对 对于这没有人来感谢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些时候 是我们的感觉 今天 要帮他们来到上海 老师是寄付这个机会 要帮到我们上海的 所有的朋友 在里面振奋起来 对 因为互联网是这个道理 会按理天赞价 我们又有很多很多的 新产品爆款 爆款 一年要全一百多种爆款 什么叫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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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时候 是我们最高的朋友 啊 记得我们称老师借过 要认识成爱 我们 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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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我的天赞价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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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好 各位 你看我们在线帐活吧 我们先下班来 大家下午好 好 非常开心啊 今天听了各位老师的分享 我也感觉热血沸腾了 尤其是真的 接下来我肯定聊的是大家的这个vote 我今天跟大家聊完了之后 等到他上市大家回答我 因为上半年的辛苦我就干过这样的讲 上半年的时候上仙平一生军之前 我当时讲课的时候 很多朋友在下面说好好好 后来我没有想到 他上市了之后慢用几个小时 就没货了 没有到脚了 然后很多老师 不管是给我发私人微信 还是在群里面说 周老师为什么没有货了 所以我特别怕大家到时候 又是这样想到货说过了 那当然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快点讲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上要上的这一盘 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 灵芝 破壁灵芝包子粉 我相信各位呢 一定在之前的超一盛的脸上 是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的 那关于这个灵芝大家陌生吗 不关于学乡不陌生对吧 尤其是我看看大家这个肯定 当年很多朋友啊 应该跟我都差不多啊 应该都是当年这个看那个 青菜娘子传奇当中啊 是不是就记得这个灵芝 其实灵芝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从什么神话传说 还是在东药的应用当中的 其实大家会发现灵芝是很好的 我们看下品啊 灵芝啊 可以称得上是中药当中的上品 大家知道中药是怎么分的吗 上品中品下品 我问大家就算我没有跟大家解释 什么是上品中品下品 再问各位 那我问你是上品好还是中品好 还是下品好 上品好 我来讲肯定是上品 什么叫上品 我们经常讲的药 药食两用 药食同源 所以记得拿来当药 说明它有效 又能拿来当食物 说明它 说明它非常 对我们的身体呢 会有非常好的这样 要善的这样的这个作用 所以灵芝呢 就属于我们啊 这个国家现在非生物 规定的一百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 其实在我们汉满醉当中 大家是接触很多了 对吧 那大家看到了呢 这个灵芝啊 在这个中药一般讲到五脏养生当中的时候 五脏 我们会讲到哪五脏 大家都会发现 这灵芝竟然这个五脏当中 他入了哪四脏 心筋 心筋 肝筋 肺筋 肾筋 圣筋 所以确实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养护呢 是非常好 所以大家看 不管是从啊 中药的第一本典籍 啊 还是说在这个皇帝内经当中 就是中药一中药 关于灵芝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记载的 那灵芝好 大家想是不是那个好像外面看见过 我包括网上啊 大家都能看见过 哎呦 有卖这个灵芝的 切成一片一片的 听说有的人啊 就会被这个网上的广告一忽悠说 哎呦 听说啊 买了这个灵芝的都补水喝 他就觉得说哎呦 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 大家想有那么简单吗 没那么简单呢 不是说你现在随便买了这个啊 中药的这个灵芝 你切片了之后说我煮水 就想把你的有效成分煮出来了啊 没这么简单 那我们看下一遍 我们要的这个灵芝要的是什么呢 平常大家看到的这个灵芝是不是就跟一把伞一样 对吧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网上 你可能都看见过 包括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路那个路边就有人在卖这个 可能按照我们的观点觉得 哟这是青年灵芝吗 是吧 赶紧这个买回去煮水 其实不是的 其实灵芝当中真正的有效成分 不是这个子实体 是什么呢 是这个子实体啊 那个伞 它在成熟了之后 它会噴出来它的包子 啊 那你把这个包子就想象成是什么呢 它的下一代 所以大家想 当我们愿意下一代的时候 是不是恨不得 把我们全身的营养都给到下一代 因为植物它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包子才是灵芝当中的 精华当中的这个酥 哇 就是说这样 灵芝包子粉才是 不是你自己买了灵芝的这个子实体 这把大粉 然后切切片 说煮水喝 其实煮出来的这个有效成分 很少很少很少 现在就是不值来源的 你买回来 树还有可能是有 这不知道是什么地里种出来的 万一有种金属 大家想 哎呀好处没吃进去 反而伤身体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灵芝好啊 你要告诉别人 这个灵芝好 它是这个包子 那包子呢 大家想 哎 我们在愿意下一代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护它 对 大家想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保护好 等到它成熟了啊 把它分辨出来了 是不是我们还要心尽心力 让它慢慢长大 才能把它放到社会道中去 对吧 其实植物也是这样 好东西 是不是一定要藏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包子啊 它的这个最外面 是有很坚硬的这个双重的这个硬壳的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市面上也有说 叫灵芝包子粉的 哎 大家已经就这个心问了 哎 这也是灵芝包子粉吗 老师不是说精华都是在包子当中的吗 哎 那是不是这个灵芝包子粉不错呢 这个时候啊 又考验大家好 这个擦亮慧眼的这个时候了 包子推考 但是你要记住 它外面是有盒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外盒啊 要把它充分的 然后这个时候破坏了 才能让你的精华释放出来 要来有的时候 包括如果大家要去市面上 你去看一些啊 也有卖油脂包子粉的 你去看看它的破费率 什么叫破费率 就是你没把它打合给它破坏 破坏掉的话 这个里面再好的这些有效成分 最后是怎么吃进去的 怎么排出去了啊 所以这个啊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的名字是叫做 汉本粹破费零食 这个 你看到这个 你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破费率 是很有效果的 大家一定不能被别人啊 这个 这个 网上广告 我们看它 大家 有 有的 也是包子粉 是包子粉的 那这个里面 才是我们想要的 灵芝多糖 和灵芝三铁啊 如果你去跟市面上 这些 常见的一些品种做对比 我不敢查到网上的 还到实体面去看过 里面的 灵芝多糖 和灵芝三铁 有的生产厂家 这些都 不标在上面 敢标在上面的 我都发现它 的量 也不如我们 所以大家 产品好 里面的这个 有效成分 灵芝多糖 和灵芝三铁 纵观市面上 同类的这个产品来讲 那性价比 非常 高的 确保这些有效成分 灵芝多糖 和灵芝三铁 我们能够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 有怎样的一些 健康的技术呢 大家以前 那个有没有听说过 灵芝多糖 什么健康的技术啊 灵芝免疫力 大家听听 哎呀反正就是 有关长寿的 都跟它有关 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 这些年 对灵芝的研究 是非常多的 因为现代中药 大家会看到 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 那关于灵芝现在的研究呢 总结下来啊 有以下的这四大健康作用 其实不仅仅 这是这四大健康作用 其实还有很多科研的数据啊 还有其他的作用 那重点呢 这四大健康作用 很值得 大家记住 第一个提升免疫 提升免疫 重要 重要 这个时代 大家知道 对抗外面的新军病毒 要什么 要免疫 然后对抗自己身体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的人啊 他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失灵了 就像我们身体的警察系统失灵了 身体的细胞 有没有可能干坏事儿 尤其是现代社会 大家都非常害怕 一种病 是一个病种 叫什么 癌症 所以免疫你的强大 是不是也能够监控你的身体内部的细胞啊 对吗 这多好呢 所以免疫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那再有很多朋友 是不是有这种免疫的调节 并不是很好呢 比如这种过敏性疾病 身边的朋友多不多 多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免疫息息相关的 所以林芝在提升免疫的这一段 大家想 是不是应用非常的广泛 对 除了这些呢 那秋天到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最近这段时间 常感觉容易会这种烟干啊 烟痒啊 有的朋友咳嗽啊 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种肺肤啊 这种功能不好的 是不是这段时间换季 感冒的人多不多 多 笑喘的人多不多 不多 还有慢性知己管言 一到秋天 就咳咳咳咳 要咳几个月子这些朋友 而这个林芝也有润醉频喘的这样的好处 除了这个呢 大家看 心对于我们来讲 重不重要 重要啊 你会看到 包括像现在很多心内科的专家啊 就会发现 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 对于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 也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对一些这种 平常心功能 孤独啊 心肌孤血不好啊 这些朋友 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这个助力的啊 而且呢 大家知道 东医呀 一般讲到养心 是不是心血养好了之后 晚上睡眠就好啊 所以中医还讲呢 你们心养好了 白天让我们精神百倍 晚上让我们安然暮睡 然后说好不好 很好啊 对吧 所以养心安神也是灵芝的一大妙用 那再有呢 讲到这个肝脏的好处 肝脏重不了 我们讲啊 这个肝脏是将军之关 所以每天这个真的是很忙碌 你想我们吃进去的营养 这些代谢 这些解毒 全都要靠我们的肝脏 所以大家以前呢 就已经了解到 肝养好的对我们身体 从头到脚的健康益处都很多 哎 您吃在保肝护肝 尤其是像现在肝脏容易出问题的 脂肪肝的朋友啊 肝腰化的朋友啊 这样的一些肝脏不好的问题 它也有很好的助力 来说灵芝好好 其实不仅仅是这四大健康作用 包括现在很多的实验数据 讲到血压 血糖 血脂的调节 就像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铁 也有这样慢慢的助力 所以大家说 灵芝是不是 你现在大概知道 健康作用了之后 慢慢手指头 我需不需要 需要 家里的亲人需不需要 都是很需要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接触的 这样的这个作用 如果说在这个营养素上 想到接触作用 大家就想起来蛋白粉啊 肺力剑 这里的呢 维生素矿物质的话 那以后一想起中医 要不要想起灵芝这样的一个 似乎哪绕哪里 都是放之四海而接触的 这个接触作用啊 对不对 所以灵芝呢 确实啊 它的这个健康力处非常多的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四大健康作用 好的 那四大健康作用 大家简单了解了之后 大家会想说 您的纽粹来的破壁灵芝包子粉 它是怎么来的 它又有什么优势呢 啊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啊 它呢 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的 好好的研究它一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呢 就是我们会讲到 您的汉本醉破壁灵芝包子粉 它是在哪种啊 它的环境怎么样 在种植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以及呢 采烧的时候也很重要 大家记得吧 我刚才讲的 我们吃的不是灵芝的那个大蘑菇 那个紫食品 我们要吃的是那个包子 所以那个包子是喷出来的 它怎么收集呢 再有就是加分很重要 我刚才讲到包子外面啊 这个壳 我们的胃 我们的肠道 是不可能收化它的 所以我们的加工过程很重要 我一定要把外面的这个 坚固的壁壳 把它破坏到 把里面的有效成分 然后我们的胃肠道 可以更好的这个吸收 所以这四大意图 我们的这个优势 也很值得 我们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我们的这个 破壁灵芝包子粉 是在哪里种植的吗 超医生脸上就这一段 哎对的 好来看下一页 他就是这个武医生啊 没有车辆值的啊 所以一定是要通过屠夫啊 才能够捧到 我们种植这个 汉本次会破壁灵芝包子粉的 这个种植的原产地的 所以在这个原产地 大家看到 周围不管是从空气 还是到水源 还是到这个土壤 可以说呢 都是啊完美的啊 是可以说 是非常的纯净 安全 放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所以这个环境 可以说是放置性在全国啊 能找到这样的环境 是非常难得的 从种植环境这一块 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用心了 那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这个环境 第二点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种植 那谈到这个种植呢 我们看下一个影片啊 就讲到了 我们的这个灵芝啊 它是在这个硬木上 这一段硬木主持 那如果大家要是不知道的话 要是你平常呢 假如说啊 想种植一个这个灵芝的话 我估计你啊 赫不得这一根木头上 是不是密密麻麻的 全部种满 对吧 如果要是你用一个商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下就应该全部种满 但是不是的 大家知道 纽粹来一般做事情就是要做 我一定要朝最好的做 对不对啊 所以要在这点上 又充分的展示了 纽粹来的这些研发啊 生产啊 这些服势的用金啊 它呢是卷取木材的中间的这一段 然后呢 会看到一木一枝 所以这一根硬木上 它种植一棵林枝 所以大家想 甚至充分的吸取了天地之精华啊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是不计成本 就是要求品质之高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点 就是第三点 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我们的采收 这个采收呢 也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们的这个认证 四大有机认证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有机来金牌农场 是我们自己的 金牌农场这个认证 是得到了四大啊 除了有我们的中国的有机认证 还有呢 日本欧盟美国 可以说在全世界啊 对有机认证 这个要求最高的 还有这些级别的认证 我们全都拿到了 所以大家想 是不是可以称的像是 有机当中的有机啊 所以这个产品呢 可以说是四大有机认证 打造了我们的这个点换的这种品质 可能大家也会看到 有一些其他的他牌 也有拿到这个有机认证的 仔细研究研究啊 有的拿到一个 有的拿到两个啊 有的竟然拿的是一些协会的认证 并不是标准的认证啊 而我们拿到的啊 是我们国家啊 是一个中国有机认证 欧盟有机认证 美国有机认证 以及日本有机认证啊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有出来 金牌牛肠 因为这个包子粉很细很细的 如果这个明知啊 它在喷包子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看到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觉得 法丝已经很细了 对不对 那包子粉 它的啊 这个直径 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法丝的十分之一 所以说是不是很微细的 所以一定是要在这种很细的环境当中 大家才能看得出来 喷出来的这种如烟如霧的 这种很细很细的包子粉 所以这个采修是不是很难呢 哎 按传统的这个方式方法 就是市面上很多的方式方法 怎么采修呢 哎 那我就做一个大棚啊 然后他呢 这个时候就让那个零食在里面喷 喷完了时候呢 他就去地上的薄膜上去把它收集起来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屋上的薄膜上 会有些灰尘啊 一些杂质啊 会灌在里面啊 这个不是纽翠莱会品质的这个要求 大家知道吗 在纽翠莱品质要求上 我们是用的是什么方法 一种非常繁衷 非常麻烦的方法 所以总说 纽翠莱的这个生产的啊 这些那个同事真的是不厌其法啊 在每一个灵之上套一个桶 然后用套孔的收集的方法 大家想是不是很麻烦 人工哈 这个时候 要求的是非常的这个高的啊 但他居然确保了 我们收集到的这个包子 是非常的纯净 是不会混搭可能一些灰尘啊 对吧 混搭一些土啊 这些杂质 但这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是不是从这点上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专利的方法 切网呢 就是要承计 没有任何的这个杂质啊 好 那我们再看呢 我们的下一节啊 大家已经看到说 坎叔的这个时候 已经很用心了 对吧 加工的时候更用心了 就是在破贝率上 其实大家会看到市面上 也有说叫破贝那个 零食高斯坦的 但是他很多破贝率呢 95%左右啊 那其实这样的破贝率是不够啊 那纽村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99%的破贝率啊 所以这个破贝率 是大家去跟市面上 有的一些破贝零食包子 去做对比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品质的这个要求 是很高的 去好了这个零食当中的有效成分 大家可以很好呢 吃进去了之后 就被我吸收了 吸收这种体内了之后 发挥更多的健康的益处啊 好 那我们大家呢 再往看那个 下来看下一条 那 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破贝零食包子本 经过种植啊 经过这个环境 经过这个产收啊 以及加工了之后呢 做了大量的啊 这个对他的这个研究 会发现呢 里面啊 这个农残 546项农残 减出率 为零 啊 这个品质要做很高 现在 在国家 对货零食包子本 他没有强制 你必须要做农残的这个检查的 大家知道 有很多品牌 那国家不强制 那我干嘛傻不顾他 再去做这个检查呢 对吧 但是纽测来 是这样的 国家没要求做检测 但是我们要求 我们吃进去的这个 汉本菜系列的产品 是不是要确保 没有这些农残的 这个混入啊 大家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啊 市面上546小 然后就是这种什么农药啊 化肥啊 就这样的一些 可能在这样的一些 生产种植的过程当中 混进去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不是大家 就感受到了 对不得刚才是说 四大农积认证的审核 都没拿得到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可见 我们对品质的要求之高啊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 要求已经这么高了 这么看得出来 方方面面 我们都做了大量的 这样的这个方式方法 去确保我们吃进去的 对我们的身体 有更好的健康益处 而且同时呢 又能够确保了它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放心 大家是不是对这款产品 充满了这个期待啊 对对对 而且呢 大家想到这款产品了之后 就会想到 很多人就会问你说 那款新产品上市了之后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会觉得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啊 看不到是所有人啊 确实它注册有这个蓝帽子的这个保间标志啊 这个到时候大家拿到蓝帽子的桌子都可以看得到啊 你可以随便怎么吃都可以啊 它呢 也是用条包里面装的这个粉末 就像很多人平常你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 有人喜欢直接到你去吃 有人喜欢啊 拿点水冲条这个喝 都可以的 都OK的啊 那大家呢 会看到 它其实适用的这个范围是非常之大的 其实可以称的像是各种各样的人群啊 只要你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那尤其是哪一些人呢 那我们大家往下看啊 尤其是我们讲到的 像我们想要增强体质的 对吧 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更加好 那如果用终于一个说法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气 我们的血啊 我们的五脏六脂 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提升 想要增强体质的这些朋友很需要 再有呢 肺不好的 它氧气啊 又能够润肺啊 同时呢 这种心啊 心功能不是很好 大家知道现在平常 我们压力比较大啊 动不动很多朋友 就那个就这样一些心肌的这种功能不足啊 对吧 动血不好啊 这样的这些情况 哎他帮我们氧气 包括现在睡眠不好的朋友很多 他可以帮我们安神 好 那再有呢 就是像这种啊 这个干 肝药药不好的之后 你会看到现在压力大的男性女性啊 肝出问题的也很多啊 尤其像脂肪肝的这种问题啊 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肝药不好之后 那这款产品啊 既然呢 它有这么好的健康作用 大家可以记得我们讲的四大健康作用吧 而且它有这么好的优势 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它的四大优势吗 从环境到用品到采收到加工 方方面面啊 我们对它的了解越深入了之后 你会发现市面上同类的这个竞品啊 绝对啊 都是被我们抛在后面的 所以这么好的产品等上市了之后 大家要不要感谢 啊 一定要把它的优势啊 告诉给我们身边更多的朋友 好不好 哇 啊 啊 哇 老师对于产品的敏感度 一定是比我们在座每一个朋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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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一定要让 那个那个公司的压师 特别的调整的时间 来跟我们讲的这样一款 爆款产品的上次 大家有没有觉得健康我需要 所以安丽是不是我健康 我的家人健康 我周辈的朋友健康 对吗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健康 对吧 所以给自己健康补个掌 我们这些人 比那些没有学习过的人 已经领先一步了 这是老师给我们特别安排的课程 那今天呢 我们即将是不是要请到 我们的清科节FC要上场了 那各位在清科节上场之前 我们也要给到前半部分 分享和各位老师们 一个热烈的掌声 在老师超凡大堂里面 这几天没有做到FC的人 分享的时间只有10分钟 20分钟 他的经验其实也是极其的丰富 但是在老师那边 只有FC才是合格的角色 所以我们想起掌声给到前排所有的领导人 这个超五到五大业员 三年时间零业机零团队 但是他为什么不接死呢 真的我特别好奇 我常常问自己 如果我三年零团队零业机 我还会接死吗 但是他就是好想法 他说老师不是说的吗 三到五年 我有可能就是那个五年的 所以他就坚持下来了 那我已经见到清科节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他很漂亮 但是我也觉得他有一点 这种感觉 我也不敢考虑 我过去的 他都渴 因为人才没有过来 冷风已经过来了 哇 这位真的 但是你现在看到清科节 哇 真的像林家的妹妹一样的 真的他对成功的这种渴望 对老师的这种尊敬 他是用行动来做的 所以你也根据老师 没有进行的情况下 去到美国学习了之后 每一次都是肥乳不服 又辣肚子又滑糟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是我 我还会去吗 我会坚持去吗 我的答案是no 但是他的答案是什么 我要去 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他每次带着大家团队 进到美国跟随老师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成长 一次一次的突破 就是在一次整个网会上 老师给到清科节 一个组织的机会 就是老师给他 一直组织的机会 他说我绝不让老师失望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让他从当地经理 直接跳到了FG 我再怕让老师失望 所以是不是在清科节身上 我真正感受到 大家有谁相信 听话叫做 我这次跟随老师一起 跟清科节一起去到澳门的时候 我就讲一个小故事 你都知道什么叫听话 我们凌晨一点多 陪着老师去赌场 然后老师说 请我们吃全世界最好吃的肉夹馍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老师我挺肥 不夹馍这么肥 而且半夜吃 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 但是清科节呢 是这么酷的 但是到了那个赌场 把VRT吃的时候 老师说 宝贝你吃个好好吃哦 清科节拿提根就什么 看去吃了三个 我们一直吃完 老师说宝贝你吃好好吃哦 他说我们还在吃 马上配合就拿了两个 吃完以后老师说 哎呦宝贝真的好好吃 宝贝这给你吃 你第三个了 我真的看一眼 看你在前面吃 我去采访他 我说清科节 老师让你吃第三个肉夹馍的时候 请问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他说你吃了 我吃肉夹馍 我吃肉夹馍不会死人的 我吃了 从听话的习惯 或者在我们历史当中 说完以后 我听老师讲说完以后就可以了 为什么资路加募我要听话呢 各位什么叫听话 我们总是选择去的听话 我想听我就听 我不想听我就不听 就像这一次 清科节跟平姐 从郑州 我们刚刚说完这话说 我们怎么会一起过 都会听话 怎么怎么样 突然你接到电话说 明天会怎么做 我太正了 我们现在接到老师电话 把我们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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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成功 我相信绝对不是能力比我们强 而是他们有一种能力 就比我们更精化 所以我想时间非常非常的好 我想大家一定是 能力比我们强 我们的韩老师 还有我们的调光哥 我们的俊宝哥 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我们齐大哥 希希姐 我们的王姐大哥 好多啊 我们这个英姨姐 今天穿得太漂亮了 然后我们亲爱的许晴姐 跟代大哥 还有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笑得好 真的超紧张啊 刚才为什么我们俩 适合这么开心 因为昨天我们两个 还在我家后 要在烧烤 在烤的肉呢 不然接了老师个电话 我被你们赶快赶到上台 跟谁学习 然后晚上七点钟 我们大家就很猛 因为穿着睡衣 这个车的提酒 烤着烤烤 那个当下我们想 我们怎么去 里面下午的会议 然后今天晚上走 已经买不起了 因为没有核酸 我们没有晚上上高铁 如果开车走 这个又怕今天到那边太累 又没法讲测 感觉状态不对 我们当时就在这边坐着 想怎么办 然后一看就查高铁 幸好有早上最早的高铁 可以12点钟 正好到这边 然后两点钟都赶上会议 然后我们当时 心里输了一口气 而我的内衣世界 也觉得就是 我做得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从来没有早上坐火车 下午就给上台分享的 这是我人生25年 你第一次对一切 对一切的现象的老师 因为这样子我很懒 我都是睡到中午11点的 我的那个老军师 郑老师 中国第一的郑老师 他当年 这个很会鼓励人 他经常跟很多朋友分享说 安丽是人人可为 你看他早上5点起来的 也能成功 那个下午睡到两三点的 清客也能成功 然后他现在已经很勤怨了 就跟他们说 现在清客已经改变了 我已经很勤奋了 他都能够动我11点起床了 因为我早起是要命的 我就是都能起不来 但是觉得如果死过 就真的要死的感觉 你过一百万 你都不要想要5点 就别起床 结果是属于一种 特别难和赖床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 只有老师的生命 可以让我们变得 如此的勤奋 很有能量 可以让我们去到 不愤不累不乐 这一切就是因为老师 因为我们对老师的爱 对老师的珍惜和感恩 更重要是 我们对老师和对世界第一 和床公经验的敬畏 我们把这个感恩的掌声 给到我们最最亲爱的 谢谢老师 跟我这样 今天每一个昨天 再跟妖光我们通电话 我们下午就接到 小道消息嘛 就知道妖光大哥 跟金方大哥来到上海 然后我们就跟 就打电话 跟这个许新姐说 我说你好羡慕啊 你们又可以 这边做会议 因为我们就不敢来 怕疫情人 因为今天能够 进场到所有的人 我们要给自己的 要给我们最最亲爱的 老师掌声 因为很难的 并不难现在 发生一个不能多 一个不能外面 好多人没有票 众多也是一样的 一个不能多 一个不能轻出去了 因为在疫情期间 你说你会发现 当我们就接到 那个叠到许新姐的 那个分享的时候 我们还在想 哎呀好想去上海 今天要帮大哥跟 去帮大哥 因为我们在 在这个澳门 这个留下了 深刻的友谊 那有的 他们现在在我心中 我觉得好 特别棒的两位 他们虽然比我小 但在我心中 我真的觉得是 特别棒的两位 像大哥哥一样的人 好就刚刚婚姐 太会看人了 兵兵有力 有风度 有魅力 有才华 有态度 就形容金毛大哥 跟我们的 耀光大哥的 对 我就很有幸 第一天去到 澳门的时候 这一次 因为上海 你们疫情 就没有去到 我们的事情 就没有去到 然后去到那边 我们刚下来 晚上就跟着 老师 跟着喊 跟郑老师 我们就去跟 耀光大哥 跟他还有 韩石哥哥 跟我们的 金毛大哥吃饭 当时老师 在唱 跟我们说 两位非常优秀的 才华很异的 哇 很知名的两位艺术家 我们其实坐在车上 都很慈悲 知道吗 哇 这么优秀 哇 好优秀 又代表澳门 去做这个作词 作曲 就唱 就唱关于澳门的歌曲的 然后我在想 这个我们 什么样的 就跟多么的 这个光彩照人 对吧 然后呢 高高在上 你有没有想到 一见到我们两位 真的是艺术家 然后 哇 那种天悲 那种对陈老特 那种 这个像 孩子被母亲的那种 哇 特别的温暖的感觉 那我就觉得 哇 太棒了 然后老师说 这两个人是领导人 这两个人是FC 今天坐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在想 怎么样的人 我们都没见 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 还没有见 巨宝大哥跟药光大哥 只是时隔不到一个月 我再去的时候 老师口中 去我的两个FC 我又在想 怎么这么快的FC 诞生呢 这怎么样的人 实际上 老师如此的赞美 赞叹 哇 就巴里的力气 是喜爱 老师因为药光大哥 连去美国的职尖 都同时都追尺了 想象很重要 可是求证更重要 对吧 当我真正见到 两位的时候 两位一手架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因为他们符合 陈老师FC的标准 什么是FC的标准 除了谈华横异 我们的这个 徐大哥是也谈华横异 不怎么很快能上 因为他们 虽然谈华横异 但是他们都是 不甘心有梦想 而且确实要是 他们对老师的经验 对成功的经验 他们非常的深 而且很有态度 非常的鲜卑 就是因为 老师是特别精彩的人 老师只要看到 一个FC的描述 因为老师的梦想 就是要培养最多的FC 就要跟他们的许经验 一上台就分享 今天能够体制会场的 因为下面还有看事情的50个人 我们能够体制会场的80个人 如果你不定位是要上FC的 是不是用资格进来的呀 我老师在想 我们都是被老师祝福过的人 我们就是因为 因为老师的经验 是培养FC的 不是培养高级主任 或高级经理的 这有点新鲜读老师的经验 特成经验 说老师的经验 一定是要培养FC的 那么一方 所以我们内心 你要相信 要世界级培养你 你会一定会变得很多 所以我用几个例子 如果我是河南的嘛 如果河南的一个 比如乒乓球很好 对吧 如果河南冠军 培养一个乒乓球写手 最多就是河南冠军 那如果这个国家的冠军 培养一个乒乓球写手 它是不是可以成为国家冠军 那如果一个世界冠军 培养一个乒乓球写手 这个人也能培养成世界冠军 因为这就是教练的厉害 我们有最棒的教练 就是世界第一的陈老师 你说立刻 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所以这个人是新来的讲 因为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分享到 所有的也是哥哥了 还有哥哥姐姐们 其实我真的是 我们都认识20多年了 现在我的心中 我是非常羡慕他们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老师直接的宝贝 就什么意思 直接的宝贝 对吧 就是你看一来 就很像西西姐 第一出生 就在老师的怀抱里 对吧 真的是呀 包括广且大家 你也是间接 出生到老师的怀抱里 因为你也是 你也就见到陈老师了吧 你其他的也是 就两三个月 就见到了世界地的陈老师 马上就走进了老师大家 对吧 我们说陈老师也是一样的 我还能想到 你这么厉害 所以你很想到 企业家 可叫书香门第 没想到你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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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做 艺术的 这个石头也 可以求证 对吧 其实 应该也是一样的 那 今天可能我们 有点相似 就离老师 稍微远一点 而我呢 是在21岁 走进的 阿丽事业 其实我来 阿丽事业 不是来成功的 也不是来 这间 去住人的 因为当年才很小 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只是 就要跟 那个 那 西西姐 分享一句话 很有危机意识 我也很有 危机意识 我从很 我从十几岁 我就有很大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来于 我对年龄的害怕 一个女人 是不是都想听从永路 有没有 特别喜欢 变老变丑的女人 你就是勇士 没有女人想变老 也没有女人想变丑 对吧 我就那个属于 很害怕的那种 我一想到我40岁 满脸舍子 满脸班 因为我妈妈 不到40岁 就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因为 女人40岁 都是那个样子 满脸舍子 满脸班 身体拥动 本来三尾 是不是 结果变一尾 对吧 就完全 我看到我妈妈 看到妈妈生命的阿姨 我就是一种感觉 叫 人生很绝望 我觉得作为女人 就是很失败 也知道吧 所以在我的以前 从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思想中 就有一个非常消极的想法 我对我自己人 我从十几岁 我就开始规划人生了 我对我人生的规划 就是活到40岁 是一关 因为如果我一照镜子 我不太喜欢镜子 里面那个尊心可乐 我告诉你 我不会顾及 我不能的感受 也根本不会顾及 我当然有没有立马 才也不说好立马的感受 我谁的感受都不会顾及 我只会顾及我不快乐了 我一定会对你 C白白的 该一直自我了的 而我说我这很极端 因为很完美嘛 因为玩可能 他很难接触不完美 就一不完美 就觉得心里面 我从小就不快乐 所以我从小就不快乐 就看着他 总喜欢看一眼 这个人长腿太暖了 你看这个人 就每天我把他超级的眼神 看这个看这个 超级的 你看到老 老孩子一样 打小的时候都心的沉重 就从小时候创加毛病 然后呢 又来这么晚 会给那个人 你想这样的人 是不是很不快乐 刚才超级 他给自己搞的 时也走到一种恐怖了 都我长到21岁的时候 居然会接到什么生命状态 就是每天活着很没意思 干上都要随便没意思 随便随便就很随意 然后呢 你说吧 那个时候你要的自杀 我还真没有用气 因为他没到血路上 知道吧 就觉得活着没意思 自杀没有用气 就是很麻木的状态 才20岁的时候 不是5、60岁啊 你想我要那种状态 再活几十年 我肯定是冲住抑郁啊 同意嘛 可是那个时候 还不留情这个抑郁 这么的三个字 你今天想看 就是这个征兆 厌世嘛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候 我的初中同学 就把我带进了案例 当我来到案例的时候 他就问我一天 我帮我人拿 身上不想很优秀 我就听不懂 我就从这一顿面子 我都好好从走就去了 听完之后 也没下感受 就是但是呢 我就给他面子 他又来我就来 然后后来听了三个月 因为很有意思一件事情 其实第一天 我来听说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就来听说 就这么期待 就非常激情自射 你为什么要拿下这个视野 你知道我坐在上面吗 我来看 太脸夸张了 我说你说 弹力很好 我能接受 弹力很好 我觉得我能接受 那个 不过你 是 然后你不来 就要按三个月 你根本不知道 你是什么 不就觉得多至于吧 你怎么又不是傻子 是不是 我觉得我很聪明 你知道吧 我从小真的很聪明 我能从小什么程度 我不会打篮球 我会打篮球 然后在篮球场面 看人家在打篮球 然后人家就怎么投篮 怎么怎么进 怎么进球 哪用 哪使劲 我看一会儿 我拉篮球 我拉篮球一个直接三分九斤 然后你一直走耳巴的一个 我对于身体的这个 灵异和这个物件很高的 就看一遍我都会 华丁看一遍我都能上去 搞得都老鼠一样 就其实就这种人 就做白小聪明孩子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感恩 安丽是因为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 对我来 而且我听第一堂 我觉得我听懂了 还在安乐 我虽然很小 但是我特别的相信 我 就这种性格 然后就觉得 就说心里话 听到你的 安丽有点过分 知道吗 有点过分 但是呢 我今天又一讲 我毕竟没有听过 安丽三个月呀 对吧 然后我现在起来 感觉还是我没有证据 对吧 没有证据 那什么证据 我得先听过三个月 我听完三个月 我再要看看 第一天听的安丽 跟三个月之后的安丽 到底是不是一个安丽 我以此来反驳 我才有理有据 我告诉你讲错了 我听安丽一番课 跟我三个月之后 听了是一样的安丽 你自己话讲错了 或者讲 我跟你讲 就离台上的老师 讲的是错了 你说我 我听这个 听听家对吧 从小就有这个特质 没有讲到 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连去听安丽三个月 哎呀 我很感激这个老师 幸好他 我挑这个毛病了 就让我脱了这个毛病 我还没有这个进去 你知道吧 因为我的进去就是 我要准备你是错的 因为我要准备你是错的 我觉得这是个进去 没有想到的是 三个月之后 哎呀 安丽事业就是 事实打脸 安丽总是打我的脸 知道吗 就总是打我的脸 为什么 结果三个月 没有想到 我真的发现 我了解三个月后的安丽 和我了解第一天的安丽 真的不是一个安丽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在那天 看懂了安丽事业 看懂什么 要成功 要助人 要赚钱 要赚钱 真没那么伟大 我就看懂安丽事业 可以让我心可以涌住 因为有一个主人 是不是几次 在台上 哇 那种风险的 威力 就像陈老师这样的 他当然是 他还50岁 特别的棒 因为那一刻 我觉得我才二岁 可能我羡慕 才是那个老师 我觉得他的生命状态 他那种感觉 我做不出 你现在叫能量 那个时候不明白什么感觉 就是一种威力 其实是这种能量 他其实是这种能量 然后呢 就吸引着我 他那种自信啊 这种温暖的眼神 都透露出这种 不一样的那种力量啊 就是莫名其妙这样 我觉得 哇这个人好棒啊 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魅力 哇这个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 是吧 然后跟我他分享说 让我们猜他的年龄 我们下面猜他30岁 结果他又太近50岁了 那一刻就知道 我的眼睛亮了 因为我找到了希望 我找到了希望 我 我觉得 我都安逸去 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10年前的自己 还年轻10岁 他说 我现在50岁了 但是 我比10年前的自己 还年轻10岁 这就是安逸的价值 我一向明白了 就是我听说找到了家 找到了我的安全的港湾 我才不管 你去什么 谁要让我青春永度 给多少钱都行 一个年不断 给多少钱都行 这就是我当年看了 我当年轻10岁 对 对 对 我请你们 要 听个点 是三年 你一定会坚持 别说三年 你怕三千里怕我都不自卑 因为我觉得是听这种歌 我没想赚钱 因为从小到大说心里话 也没吃钱花 我的父亲 母亲就是不要 交惯我 家里面虽然不是很注意 我的母亲是一个护士 我的父亲是在地方当一个领导 当一个领导 家里 从小就是对钱没概念 要啥给啥 要啥给啥 就让一路成长过来 都对钱没有概念 而且对父母交成惯良 就当时我走家里去的时候 是这样的原因留下 但我这样留下 是不是不足以让我成功 因为我只是 因为我还是舞蹈演员 那他一系列什么也能成功 就是领导人才能成功 而我不是领导人 我是一个娇生贯养的小女生 是一个自私很任性的一个舞蹈演员 就一直说我听我做的 什么事情我都要先舒服再说 我不舒服了 不行 这个事情过不去 他就是有性格知道吧 因为活在自己世界里面 我觉得像金瓦拉哥 跟我们金瓦拉最难的感觉 早一时很多时候都会出感觉 他就像舞蹈演员就骄傲了 那必须的骄傲 对吧 我也很不想 因为有资本呢 内心世界觉得有优越感呢 学习可以不好 女人呢 学习可以不好 但是身材必须好 宝宝体不高 所以必须体量高 对吧 就那种做外表的 那种项目 就是属于纯粹外贸协会的混账 就我妈讲 我前20多年 就是混在外在表现 根本不懂的内心世界 和内在的力量是什么 所以我特别感谢安丽 感谢老师 其实我在24岁 当我三年3% 我找不到失败 那个时候 现在已经20 但那个时候 我看不到自己 为什么不成功 我觉得安丽很好 因为你看着我像是在做安丽 其实我们这群人 是假装在做安丽的人 知道吧 我根本就没做 就是你说我们 给他讲一枚 讲了没 讲了呀 就讲一下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就走了 就压根 给我盯到你30年 是吧 哥 我比你30年不做的 就盯你一下 要就是你的 不要 拜拜 就说三年 没有一个人跟我同事 你根本不会惊 也不是领导人 又很要面的 又怕被人拒绝 又怕麻烦 对吧 又怕这个人是事多 反正总之内心 觉得看同就是你的 结果很深情 我的团队三年 没有一个人看过 不过一个看过 是吧 老哥一个干 就逛了三年 因为人的安丽 真的很棒在哪 就再次印证 人是环境的孩子 你说我这么不适合 做到那个一个人 没有想到泡了三年之后 这样老师讲了 一个烂树叶 你丢你甜菜 刚刚就变甜菜了 何况一个人 你再不打地的一个人 你丢你成功的环境 你也会虚抛成功的东西 你也会感染成功的气息 你也会学习到一些成功的资料 再次 是不是也会有重生的保障 像一个经理不也可以吗 对 都能成的 就怕你不去拒绝 你老师弄一下油达 没达 三斤了 打我的晒网 两根打鱼的 这种不行 因为你沾染不到这个环境 所赋予你的气息和磁场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说实话 其实我 就是 我就是 因为我讲过 我的性格很完美 从当我决定做件事的时候 我这是会自己 我要求的 我不是很随便的 因为我听到 只要你坚持 你会逼到 三到五年 一定会成功 哎 我也觉得这个可以做 因为你要说 你不会卖货 你要很 很会跟人相处 你还很想 这些东西 我都不会 因为这是我最害怕的东西 因为我的个性都是很冷漠的 而且 是很被动的一个人 我很难注重 给一个人打招呼 但是呢 你要说 你要很正确 你要很优秀 你要学得很高 你要口大人 你要很卖东西 我告诉你 都会吓到我 我来做阿弥 可是老师什么都没说 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美会必到 我一听到 这不是很简单吗 只要做的 美会必到 有个奖 有个屋长 有个位 然后三年就会成功 我觉得这事可以 就我就很相信 于是呢 我就留下来 坚持美会必到三年 纯粹的是 我坚持美会必到三年 没成功 我是来打场 你知道知道吗 陈老师这件事 三到五年 一成功 我这三年没成功 还零年纪 零长 那是我的手里 来打场子的 但其实不是 我是来打场子的 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 去用老师的经验 你一定要相信 所有安律师 也不是成功的人 你一定不管他几年 他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原因 他肯定不是安律的利好 你不要听我的安律三年了 我依然不是安律的利好 同意吗 对 因为是指导演员的样子吗 说上没有领导人的样子 领导人的样子 刚才让唱片的 所有都领导人 我说假设这个领导人 对 那我这样子 实际上来 还是活到我的日系里面 他就能感觉是不是啊 跟人很有距离感呢 对人很挑逼啊 这才还很完美了 对人家要就很苛刻 对人家要就很苛刻 完全在人性上不冲动 领导人是带领一圈人往前走的 我说连好自己都还带领好 我怎么带领一圈人 当年不懂这个道理啊 当年不懂就会觉得 对安律的意见很恋过 很恋过 我就觉得 安律很好 老师很好 强力很好 我当时想我自己 我觉得我得不差呀 对吧 三年美惠避道我坚持啊 风雨无阻啊 你知道我能够美惠避道什么 我能够美惠避道了什么情况 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请过假 上学没有请过假 别说我考试不及格 让我个请假 发多多我都上学 我从小到大是无地格 关系也必然的 在郑州河南下大去 会场都关门了 今天会场 因为风雨太大 风雪太大 旁风暴雪 关门了 意思是不开 我就打过场不愿意 必须开门 这场都开以后 你都疯不了了 老师要美惠避道 就这种性格呀 然后我就另外一个铁家 打他打他 医生都知道会上 把门打开 提醒我来说 就空荡的公司 我们俩坐在小人的旁边 我跟他讲话 前准吃饭 他跟他讲话 前准吃饭 哎呀呀 和老师去的时候呀 就是步履为奸的 立三层外三层 因为你骑穿起不了的 就走路嘛 又露两个眼睛 回来的时候 就一种能量 现在知道就这种能量 也不嫌冷 打着雪 让他回家了 我当年可以把美惠避道做到如此的严格 连我们三年都没闯过 认明什么 学那个表题 没有学到厉害 因为美惠避道真正的目的 让我们追踪 学到老师的经验 让自己发生改变 从而变成一个领导人 今天在路上 平时还在跟我聊天 说其实也要 我真的在吃饭 但是那时候 我要看过说 我要改变自己 我彻底的改变自己 因为安利的结果 是属于改变后的自己 改变是什么样子 领导人 要么你是天上的领导人 像我的领导人 这往我们晚上通常的寒解 我觉得他们就天上的领导人 人家在传统行业 不是他那么远 他们有阅历 有背景 有实力 而且他们成熟 他们从歌奖到设计 你现任人格 完整的性格 就他都拥有 所以你看 他姐一来 四年都是他 正好是以来 一年一教经理 两年一教总研 七年就完成 我呢 我刚才请柬 连农民请柬 三年半都高级经理 不是 三年半是 营业高级经理 对吧 吉大哥三年多是 总研 包括 今天也是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两到三年都上的 我都不想干 我很清楚 都上了总的 吉尼教经理和高级经理 但是 我那时候还当他 什么都没有 可是 上一系 包括 有阅历 有精油脂肪 有冒险的精神都很强 而对于我来讲 长到21岁 没有离开过我妈妈的怀抱 你知道我长到21岁什么待遇吗 我都演出过回家玩泪吗 非常想睡觉不想吃饭 我妈会了 我妈我爸浇灌我就灌 就怕我不想饿着 每次都喂我吃饭 哎呀 我就睡着觉 就脱起来 抱了怀里 我都20岁了 最后啊 然后吃吃一点 其中我妈怕我饿 其实我就想吃 他就想我吃 知道了 哎呀没办法 我就不想起 他又给我拖起来 我又长到20岁那种待遇 没事 没事我以前家务 我投入婚票 我什么都不会 当然还有 我就还会打架 除了两点 除了还给别人产生的 肢体痛度之外 别人不想保密 然后就加点性格 你说你让我做两十事 做个人什么 什么分享 他那一百个丑门拿来 我听完就吓死了 为啥 我一个人没办法 我一个人不想保密 因为我买 我是有买东西 都会恐惧的 我都给你买东西 我都会恐惧 我就钱 我就不感觉 不要多感觉 一点是我觉得好 就不高 就是不美了 知道吧 因为我肯定有美的 认识都知道了 钱而俗 就觉得 那都 那个是甜俗啊 现在这样看 钱多可爱啊 这个老人让你爸 千天都爱你 你不让你爸 怎么爱你 你爸我爸 我爸怎么爱我们 一切都从我开始了 所以我非常感恩 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二十四岁 三年当他之后 我那次 为什么我会 有心情的经过 和有些内心的凝结 其实不是我想成功 是我觉得明一念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整个会场 就像我们在澳门的会场 有一起小伙伴 有看这个比我漂亮的 让我贴力不高 但还有比我贴力更低的 我说完普通话 也不是说得很好 但是还有 不会说普通话的 就像刚才评简 就动动 动出几句河南话 我还问曜光 能清明白吗 对吧 第一点能清明白 可能的话 就很多这种条件 不如我的 我又在想 一个会场的人 都上高级主任 那个时候 高级主任 在我心中 就觉得很成功了 真的就很成功了 当时一个会场 从97年 98年转型离开的人 后来99年 又回来的人 一年时间 两年都上高级主任 唯独我这一个 你这个有意思 唯独我这一个 一直坚持美 会比较三年 跟郑老师从转型到 这个中国的交易到切 到转型到走过来 郑州就郑州啊 河南省郑州市 就我一个人跟着 郑老师走过来的 就我这就我这 人家都是成功了 你告诉我 这个这个结果 是不是特别的悲哀 我会觉得 我哪个都不知道 我就想 这啥情况 一个呢 再凡有一个陪我的 我都觉得心里还要踏实 我这群人都是高级主任了 就我一个 哎呀 我那个脸都挂不住了呀 这个面子 我好面子 我醒 什么情况这是 我曾经抱怨 你说我问一下什么 我安定哪都好 哪哪都好 唯一不好是还得成功 我干嘛就要成功呢 怎么成功不行 咱们这么学习是吧 第一次努力 第一次赞美 共同学习 就是好的产品 多快乐呀 因为一分成功 发现 六分钟三六九等 结果做到最后一等 你现在我就不要强万人 甘雨落人后吗 那是小脸就挂不住了呀 我第一次想去思考 我呢 这个东西 因为我面子挂不住了 我就在想 都是同学 是吧 你大概跟他分享 就想着一批同学呀 两年多上一次的 量 我一同学呀 我瞎了 不是 一个道理 一批同学呀 多像高级主任那样 你看我还多二年 三年五年六年级的 你看 是不是你敢来又吃了一年级呢 我第一次想去 赞众拿点成绩 是因为 我觉得他很没有面子 我那时候就纠结了 然后想 躺在沙拉上就想 为什么 为啥这么多东西吗 是不是安理不好吗 安理不好吗 不对安理很好 老师不好吗 不对 老师很好 这个真的不好吗 对 真的很好 我也想随间口就问我这个吧 真的你不好吗 不不对啊 我也很好啊 为啥 人家都会有无踪 你会知道 大家都放心 你不放心 人家都不相信决心 你相信 对吧 人家都能做滑雪学习 我每次工作 一排客人这个学习 我学习毛不学内海 你知道吗 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我就想当你回事啊 想来想去 哦 中英找了一个非常棒的理由 你想想知道 人我最擅长去 我最擅长平衡自己的这些职业 我忽然找到一个理由 为啥 中英明白了 因为我太年轻了 他们都30岁 我当年才23岁 23岁我太年轻了 运势还没开呢 运势没开知道吧 人家就是 轮到中英运势开 是可不想吧 我在想 因为我觉得我哪哪都做对了 但是结果不对 理解吗 就是我 我个人觉得我哪哪都做对了 但是结果不对 是不是就很奇怪 那我就在想是为什么呢 那中间只有一个环境 是出现问题的吗 那什么环境出现问题呢 是运势出现问题 我当然是以这个理由 来告诉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成功 觉得我在福州 我就在这个阶段 就知道福州 情绪最低了 我最内心这个情绪 是真的有点自卑了 有点自卑 但嘴巴是要强 不能服输 服输了就不叫身心渴了 知道吧 要强了 想半生了 不能服输知道吧 死量死到我是最忘了 但刚才不能说我不忘了 是吧 我是很男性性格的那种性格 结果走到福州之后 见到陈老师 所以为什么说我生命中 一个贵人两个恩人呢 我那第一个贵人 是我的初中同学 纪维老师 是他把安丽带到了我的人生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他 真的用大家的掌声 去感谢他 什么意思 他就拿到安丽遗孝 他是一个遗孝经理的保障 一年一百万 他也能提出给他的孩子了 他的女儿有一同 我们现在是一天半 一天安丽没做过 在美国在 不是在那个 温哥华流血 在温哥华流血 然后现在每年一百万安丽的收入 因为他 因为我的同学 在二零二零年疫情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这是你安丽的保障 对吧 然后第二个恩人是我的 是郑老师 郑老师对于我来讲 是陪伴我成长长大的 对我有养育症的人 当然从我的父母呢 又不说了 那就是绝对的恩人和贵人 那在我的外界的这种人 就是郑老师 他是养育我的人 但我最最重要的那个恩人 就是陈老师 为什么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了我的思想 才有我的今天 其实我先想看 老师是不是说 我们的救命恩人 比如说我们在想 我为什么这么累 我为什么这么累 我为什么才华很易 却觉得人生结果 不如我愿 因为敢来想去 都不知道自己的思想 出现问题了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没有人愿意否定 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 这是人性 因为人都要求保守安全 都要去有出身权 要保护自己的人性 对吧 可是当我去到 弧东的时候 见到陈老师那下那 你说你学到啥 知道我什么都没学到 但是就是那种大爱的力量 就是老师他亲身演绎出 什么叫真正高维度人群的那种状态 和那种腾线 而让我那天这些 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我长到24岁 我从来没有当众 就当众 比如说下自己 我这个小猫 我这个小狗会流泪 可是当众 就让我流眼泪 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会流眼泪的 因为很丢人 这是落孤 对吧 弱了 弱爆了 流点泪 我以前都弄得气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24岁见到陈老师 撤人生当中 第一次在公众唱和流眼泪 我听得很清楚 我站在那里 所以眼泪也哐哐哐哐哐哐流 我还不敢擦 为啥不敢擦 这一擦别说我哭了吧 因为我这不擦 反正都管 这么多为什么 其实这一种 已经不妆容话了 其实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其实这种还很要面子 我为什么会哭 因为老师那种大爱 和老师身上 他所演绎的人生和 做人成功的力量 我性格当中 我为什么会很纠结和痛苦 我为什么活到二岁都不想活了 我为什么暗期了三年没有成功 不是我的运势不好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自己 我觉得我不需要改变 你也不要想改变我 我觉得我很好 明白吗 我觉得我没有哪不好的 我觉得哪打我好 就知道我的不好 我也觉得是我的事 这种性格很固执 可是当我见到田老师的内科 真的我的内心 被老师融化了 被老师感动了 被老师说白了 被老师做大爱感召了 就我一下子觉得 一个世界 一个这么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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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了 哎呀我当年不能吃不起啊 走过太平间啊 都想自杀啊 躺在里面的死人啊 哎呀就讲到当年的苦难的故事的时候 我好像老师讲的 他给台上哭着啊 台下哭着啊 就是这种状态当时 我那时候我就骂我自己 我真的骂我自己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生命活得太自私狭隘了 这就老师的人生 没有活得如此的大爱 我如果感受 全都能够自己感受了 这就都光想自己了 你自己高不高兴啊 自己看不开心啊 自己好都好了 就完全就是想自己 从来没有去真正去为别人当作 虽然我也很善良 我虽然很善良 我也很仗义 我从小到大 打的所有架 都是为我自己做给别人 哈哈 没有人敢骚扰我的 从小到大没有人 我很强势的 只要是强硬的 我强势的 你强硬 这样子来什么 又有实力 对吧 打不够我的 又有实力 所以说 我每一下都会为我自己打的 最后给多么戳戳打架 你说我 我想挺好 我对我自己比较高 很想一起啊 很大气啊 对吧 很正气 我很正气的 那些小伙伙们叫我 从小的好 因为我从来不是说 那种到外什么混不是 就是那些小伙伙们 那种混社会人 从小从初中见我都害怕 就是那种气 就是那种正气 有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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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 我最好那个人 是吧 我哪去要改变呀 你要改变 有热 哎呀 哎呀 太吓人了 知道吧 我不知道改啥 其实我们对改变有关系 我们不是为了行的改变 而是内心世界的改变 我们要变得示弱和示好 我们要变得有爱和幻想的自己 我以前就留个证 第一我放不开 啥啥都拘着端着 知道吧 所以我都不想起个坊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这样完美吗 这种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放不下 因为我很放不下自己 我都很要面子 我很自尊敬 为什么这样 我讲一个故事啊 小时候 上初中 见下感觉很丢人的 但当年觉得自己太猛了 多母放学 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 你可呀 谁谁讲几坏话 本来回家吃饭了 不吃了 没回家 就等着 从双脸放学 走到一点多钟 看我不行 在我栏杆上 立成那个样子 又等着他一放就 我叫他骂死他 敢说我坏话 我叫他骂死他 我就推出到这种会儿上 然后说我气息大大 就完全放不下自己 就是性格中太要强 就是我的人生 因为要强 我很痛苦 因为我不柔软 所以说我内心很纠结 所以我就不知道 我以前找不到 我痛苦的原因 见到陈老师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 我的幸福有指望 因为老师就是我明确的目标 和学习的老师 我一定不通向 我一定不通向 我一定要通向陈老师这样的人 我觉得做这样的人太爽了 我觉得做这样的人太棒了 叫我们的 金宝大厂 给老师去订了三高 后来加一高四高 你们好有才 我觉得老师的人生 真的 你看我这是世界第一 对吧 哇 那时候我就很清楚 我们一出门 我们就金宝大厂 我们从他第一出门 对不对 老师掐到你们 然后说 宝贝啊 老师姐你算了 你们这样子也要嫌弃老师啊 一个世界第一 就跟金宝大厂 就叫大家说 不要他们两个嫌弃老师 你跟老师倒不放下 如果我是个世界第一 我这都比鞋都厉害 我不嫌弃你 你会有面子的 你是不是啊 但是我是不是这样子的呀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的金宝大厂 跟金宝大厂 那准日太宣伟了 老师呀 我们我们老师怎么 为什么嫌弃你 应该怎么两个 他特别可爱 但是我觉得 哇这两个 做成立体 但也就这么像哥哥 太棒了这两个 这两个的哥哥 那种感觉 所以你发现老师 为什么会流入全世界 那么多人才 因为老师是 发自命迹的放下去 老师从不然没有 把自己当回事 而我为什么人生痛苦 太爱自己当回事 一个人什么叫格局 把自己变小 把别变大 这个叫格局 我们很多说格局 不过是因为 我把自己变得很大 把人家变小 总想送给自己 总想你变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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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想你变得我 我给你好 我给你吧 我给你吧 老师为什么没在叫我们 示弱和示好 我为什么后来回来 三年去上高级经理 然后一路飞奔 就是因为看懂了人的事业 我以前这么没有明白 爱是人与人的事业 不是人与货的事业 跟人相处 是让别人感受到爱与温暖的 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爱 人家只会感到抗拒和强势 只会感到这种压力和掌控 就是别人内心是很 就是陈老师是 是启发精致和激发潜能的高手 就跟陈老师在一起 你一下潜能被激发了 但我以前属于 不是激发潜能 我是打压别人潜能的人 所以人家只要跟我在一起 就自卑 我们是只要一个人在一起 和自信 这就是我跟老师巨大的差距 我后来就看到我很多的问题 我以前对自己觉得最好 那也好最好 我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而当我们度过学习之后 我发现我实际上毛病都去了 哎呀从24岁开始 一路改到现在 所以刚才我听起来 我太有感受了 这个会议多重要 就欣欣姐的四个字 我们就鼓努啊 那个真谛了呀 我就内心就 接着讲说陈老师 讲了这四个字的时候 哇 就浑之不出 喊毛都竖起来了 那些是什么 不就是结缘吗 你不要这么说 我开发去了 不要开发 交朋友 急善缘 不过是吧 你讲开发 想做好准备 我今天怎么样 那些可大一大力了 所以你说我要去结缘了 急善缘了 我要去交朋友了 这个好开心 那个扑发点是不是不一样 你电台上扑发点不一样 是不是所在义的 这个体验和心情是不一样的 那感受力是完全不同 都真的是有结缘嘛 老师讲点心解 第二个字是不是有揪集 哎我给他 这两个字 就是我做这么功课 我在二十四岁之前 流走百烂 我从二十四岁到陈老师那一刻 开始自我完善 就是修正自己不正确的行为 但是不学习 人是无法认识自己 叫我的经历 我觉得一个人看清自己很不容易 看清自己不太容易 而我们一次次的结局 才能一次次的看到自己 你别不敢跟我小气 我告诉你 这是我身份中最抗拒的词语 因为我从小都特别讨厌 讨厌小气的人 而且我也绝对不允许 我是一个小气 但是我学着学着学着 我发现我挺小气的 我在前上很大气 可是你看呢 人家背后说一句话话 能够吃了不吃饭 中午能挖到两小时 你说我不小气吗 是不是再很小气吗 因为要对你而上很小气 对吧 只要不计较 不计输 我是不计输 但我肯定计较 不计较钱 那计较留 你继续对我这对的 你错了没 错了啊 这说过了 错了没没错 继续 是吧 所以我们性格当中 太多自己休息的部分 这一切的一切 就这样 听弟弟讲的 老师给他那四个字 休息 但你最棒 最有目的 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 休息 我们会越练 越练越快乐 越练越开心 你会活得越来越愉悦 你会活得越来越轻松 你也会活得越来越自由 人为自由 这边可以放弃很多的 昨天我们在家里喝茶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还在聊起一个事情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做茶的嘛 做茶壶 他有一个壶 哇好贵啊 就挤乱一个壶 但是呢 外形很丑 就是我们不怎么意思 他这么臭 没这种感觉 后来有一个大官 有个大官呢 就去天到那儿喝茶 又拼了这个壶 就对这个设计师说 你是个壶 我就死活看不懂 他打个真臭 你这样子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买它 这么贵 你买它应该什么 他有什么好处 值得你去买 你去买 然后那个设计师高手就高手了 很很淡然的 很轻松的就说了两个字 因为他 对他展示出什么不同 他展示的是什么 他展示的是什么 然后他说 因为这个壶 带给你的什么 带给你的是 自由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这个水到那个壶里面 它很自由 那个水是自由的 理解了吗 大声莫听 然后结果那个人 刚刚蹲口的那个人 后来又抓那个壶 我希望要出重点 多一倍 更高大几十万 要给他买走 所以钻不挂了 自由 那是哪样的 自由 但是我一定想要自由 你怎么要获得最终的 心灵的自由 一定是从我跟随老师 一次次的学习 一次次的成长 一次次的通过 一次次的改变 你最终将获得 心灵的无上自由 无价的 你说是不是 这是安利的价值 对啊 大家做黄包组 黄包组 安利对于我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个很完美的人 有艺术 当然跟男艺术家没法理 咱人各有各的要求 但是 但是 为什么我会来做安利 像当年周老天 那个日本那个艺术家就说 安利就是一门艺术 他这样讲的 他的艺术还艺术 但对于我来讲 我好想安利 现在我现在为什么是安利 是因为我认了爱上什么 是人的艺术 那是人的艺术 把我们真正举动成一个完善的人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想法 以前我经常想不好的 都用消极微观 跟着老师 就看一次次的改变 一次的改变想好 我以前都没有什么态度 没有心合力 也不懂得谦卑 态度不懂 个性很强 态度不懂 我们就是属于个性 很个性的 没有态度 但是透过老师 像他们两个艺术家 这么有态度 那很高段位 我们就是小毛毛虫 就啊 反正就是感觉 我感觉很良好 就陈老师那次对我们几个 就跟着我们一天 就到一头人说 也不能说 跟着找一个 你们两个除外 你们是领导人 你们是艺术界的精英 他们俩真的是领导人 太棒了 真的我们不要说老师喜欢 我们都喜欢 你说对不对 每个人都喜欢 是不是啊 这是一种感情 今天是一场大型的自我介绍会 知道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叫汪大哥 跟我们叫大哥 认识一下老师的 大海的 超版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然后下次有机会 如果能来河南 是不是也不错呀 哈哈哈 为什么 也认识到你 求这么多 我要 期盼了 期盼着 你会发现 就是内心世界呀 就是我就觉得我现在热爱上 阿里新闻对自己的支持 他就感觉太美妙了 就跟我那个伙伴 阿姐 他就是他每次他就会 阿姐 阿姐在哪里 哇 那你给大家揉个手 你先给大家揉个手 来来来来 通过弟弟 他也是一个在北京 去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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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就是失败到谷底 家庭家庭出现问题 跟父母亲没法伤口五分钟 就要暴躁 就要打架 父母都把他的孩子 不让他养肺他 怕他把他孩子给打死 哈哈 他真的杀死个人的 你一样想起 这不是开玩笑 他的母亲一不提 把他的孩子养到八十岁 他改变了 还敢把他的孩子送回到他身边 你想他 妈妈妈伤口五分钟 都要开始说的东西 你打东西啊 他踢给狗跳了 他完全无法掌控前去的一个人 就完全无法掌控前去的一个人 一个人什么大胆 有点心智识都能控制他进去 他完全失控的 哇塞 当时他来的时候 在我的会场里面呢 给我的伙伴一个吵的呀 哇 我们当场在会场里面都 都砸呀 拿个子砸呀 能引到那个份上了 你说 这样的人是不是可能觉得成功无聊 哎 但是人家就爱学姐呀 哈哈哈哈 你没什么关系啊 总是这样 有一次他 我最肯定是知道 他不因为我开车吗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开车 结果抱怨 他结果抱怨 然后我就跟他说句话 我说你现在把他停车 我现在马上我停车 停车 当然我口气很凶啊 这不能行 这个什么 他有事情 我要保持抱抱 保护到我的心理下 然后 婚姻的停车 然后现在不能 我 他因为你现在的嘴巴里 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他永远都没错 我 我就实在觉得 啥 啥说都不行了 然后我给老告诉我们 当然你们不需要 你们不要学习 因为是我的感觉到 那个位置 我感觉到了 然后 人家就我以为是 我当想是不干个阿里拉倒的 这个我警方再弄了 我都弄死了 他的修理 他面化 哎呦弄一路他弄的还可强 也是说不了他 你就要让他凹窍 你说你打蛋 他失控 你还知道你也得最成 你是谁打人 你做什么对着干的 这个很难 他走的玫瑰遇到了 我当时想是 他如果特地死了 就特地死了 我也就轻松了 我也跟他不好得了 对吧 我就我 你下车 你什么时候 觉得你错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在前面等着你 我就关门 我就开车 我在高空我开着就走了 比较高空 我打电话 大师 我错了 你等着我 哎呀 他就跑过来 哎呦我也看 还不准备自杀呀 终于说 我只要告诉公伙台 终于说 我错了 你看我整个就 我很态力很任务 但是他就死不该 你告诉我 他的朋友没有成功 没有想到 在陈老师的大会 看到奇恩大哥 看到奇恩大哥 你看 我什么人要参加大会 他也很认我呀 他说明天假装很乖呀 很奇怪呀 可是医生事呢 他完全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那不关你谁是谁 他真的劲于上完呀 他很疯狂的 你知道吧 他什么时候 他真正改变 只有缺行 他叫奇恩大哥之后 哇 他从那一次开始 自己开始骂自己 哎呀 我这可不对啊 老师我不是个东西啊 哎呀老师啊 我怎么这样的 给他妈成人错误 给他爸成人错误 给孙人成人错误 现在家庭和乐的 和乐融合 你说阿尼歇是救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到 阿尼歇的魅力 阿尼歇的价值 所以老师的思想 就是救人的 老师的教育就是助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 从命运去的一种 救人相救先救强法 救人一定要先救强法 每一个人 阿尼是人的技术 我刚才讲 所以我不是很老师 他那么热爱每一个人 他也是看到 每一个人改变他的快乐 对吧 我们也是跟老师 学到了自己的改变之后 哇自己开心快乐了 所以很想把这种开心快乐 和这种怎么样 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看到我伙伴的 成长和改变 一个个的开始改变 一个个的开始成长 我觉得全世界 没有比这个世界 让我感觉到更加有 有魅力和有 这个有技术感的 可再说各位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 别到对神有感觉 可能是我们卖货 我会做聚会很好 但是想做大 想上FC 要对神有感觉 而你先变成一个领导人 你先变成一个领导人 再去变出领导人 那些却又三部曲 进人 留人 去那些领导人 自己决 带人决 带团队决 一个平环下来 就起来了 所以我今天制作 这么快乐和改变 这一切的 也就是源于 陈老师 我每次一阶级成 老师 我就我就会又柔软一点点 因为我是那种真的很硬的人 很硬 我随随会回到这个位置 就比如跟老师 有两两天 一回去遇到啥事 那个字 啥了起来 那种感觉 我那天面子晃了那么细 我那天面子有什么 但简单一不讲 你先想出来 现在不讲 那今天这一条 你都明白了 这东西就又起来 哎呦呦呦 那老师 那老师我这样说 我又打过联系 又这老师 哎呦呦呦老师大爱啊 你看老师已经世界进去 你看很多人 这老师是有的时候也是 好像说话 大家也不是那种感觉 是不是啊 啊我这之后老师 说最后的老师 那个故事真的让我发自内心震撼 就是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高级经理 他呢就问陈老师 说老师 你这么成功 为什么你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就问老师 然后陈老师看看 他就笑了 宝贝你笑死我了 老师是一个正常的人呢 还有残疾人才需要架子 把自己架起来 我很健常 就是我不需要架子 哇你知道我这一生 我就觉得哇 很害怕 因为我在想我自己 我不就是那个残疾人吗 就倒到多样的架子 对吧给你架到那 是不是 你感觉到这样 这个可惜的人物 是吧 感觉自己还不错呀 就是你放不下自己的那一刻 其实别人对你的感觉 是不够有欺击感和柔和感觉 他是没有那种舒服感的 他的感觉不对 他的感觉不想再跟你再一起交朋友 说带团队一定先改变自己 变得有柔软度 有弹性度 并得懂得示好 并得像老师一样示弱 老师是世界最棒的 最厉害的东西吧 但老师跟我们代替 是到我们最没有压力的 就像妈妈 就这是老师的功力呀 这就是老师 如果要学做人 就要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人 永远都那么的有带动力 有柔软度 有弹性度 那么放得开自己 你跟老师戴起 老师不会给你讲大道理的 他都给你讲生活中 很多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 吃个饭呢 穿个衣服呀 说个调皮坏呀 老师一说坏 有人可可爱呀 我被你这个小 你这个家我妻子了 老师吧 你要做着做着 你这个大机动机呀 你时刻不要这样子啊 老师没有交付我们认为一个人 老师跟我们感觉是非常的俗古 非常的柔软 我们其实 不要说这个 保铁大大讲道的老师 老师没有孔臣症啊 哈哈哈哈 我们都有孔臣症 知道吧 老师 老师之后 其实会害怕他 所以老师更加热闻 老师更加热闻 老师更加热闻 不害怕他嘛 是不是 要不然说老师跟我们讲话 对我们觉得很亲切 也就像 就像朋友一样 他不会像长辈一样跟你讲话 他像朋友跟你讲话 他像你的知己跟你讲话 所以你跟老师在一起 清清时间 你也会有种感觉 就觉得你的心走进了老师的心 而老师的心也走进了你的心 但是老师跟人相处的真诚 所以老师一再强调 安定的成功 我们不需要三口六鼻 不需要什么你的学历 口才技术 很多东西都不需要 只需要做人 这个做人 做事认真 待人诚恳 真的是 所以为什么今天 我们的老师这么爱药光 和我们的聚宝大哥 因为他们身上真的是 非常诚恳的两个兄弟 两个大哥哥 然后非常认真做事 然后我们跟他相处 我们是属于一次交往 一面之远 我们就是属于一见如故的感觉 对吧 很多人是见了几次都不如故 对吧 我见了几次觉得见了 好好好 不要遥远 不要遥远 但是就觉得 就一见如故 哇就像是家人性的亲情 对吧 我都好听到他来 他来我家做课了 是不是 真是不感觉 当然了再多对我都欢迎 都欢迎 你看他 欢迎 我们要再次感恩老师 我们打造超凡大家庭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正的 没有血缘关系 甚至有血缘关系的 我们可能 不是一个姓氏的 但是却是异性姐妹 对吧 就是我们的齐大哥 每次见他都真的是 除了 仰望 除了 太有才华了 是吧 真的爱 真的 真的 所有俊女姐妹 真的爱一个遍 爱了一个遍 知道吧 但今天感谢老师 我38岁 就最后一句话 我也是时间到了 不是你们在看 我也在看 38岁 我才做达到跟随老师的学生证 我24岁 开始 说白了 就比老师的目标 可是我们没有资格 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 太大了 根本跟不上老师 但是正好就知道 我特别爱老师 就跟我说 你只要做到FC 就能跟到陈老师 就成为老师 拿到超铁生证的 我从24岁 立地目标 从3年3%到回到中国 回到河南 3年上高级经理 对吧 然后上总监 然后在美国 因为我中间工作了5年 是因为我父亲的去世 对我的打击太大 没有心力了 没有心力 没有能量和能动力 人是很难做事情的 在假装过去是没有结果的 你要热情去做事 不能冷明 没有意义的 知道吧 要热爱 不热爱是没结果的 做要么就热爱的做 不要讲到安理很累还没成功 不是安理很累 是很多人根本没有目标在做 假精心的在做 为做而做 为老师而做 双样子在做 都成功不了 你一定是在热爱的感动去做安理 才会成功 要热爱 不认为自己的 不认为自己的 不认为热爱 如果我这5年这个不太强 就讲了5年老师又继我一起 那时候我都给人家放弃了 放弃自己了 老师在美国5年又继我 因为我身体很差 就因为父亲的趋势力 又给我打击太大 这就不说了 然后5天老师在美国 救我一命的是我总监 回来之后 就要刚才怎么训练分享的 我就自己决心 给老师争气 不能让老师失望 老师救我这么好 第一次救我的命 我这次我不能没良心 绝对不允许自己 尊敬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从一个 没有良心的人 尊敦图吧 对吧 第一个是 我这次就是这种性格 第一个是 一定是当永泉相报的 对我一个提示好 我会期训 一定就是回报你一次 就一直回报你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那天之间 我就觉得 我不能让老师失望 我不能让老师觉得 对你这么好 你还不相信 这种感觉 我不能接入这样的事情 我不能接入这样的事情 总回来之后 我调整个状态 一两年就完成二十八十 两年 必须是要 必须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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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在跟老师 年龄赛跑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的人 我们是在跟老师年龄赛跑的人 我们一定要争计 一定要去做老师听众的孩子 不要让我们 绝对 像我们那些那个 体验分享 绝对不能让老师觉得 我们辜负老师 所以我们要一起动起来 老师就是在美国生活 像明晚上 韩姐会分享这一段 我们都还不成熟的 但是 对 但是 对 因为老师在美国都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都觉得没良心 我们再次拿回良心 再次拿回目标 再次拿回状态 再次拿回状态 再次拿回大和格局 全力不 其实老师一样 以自治为武士 我们一起去帮助更多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 祝福我们所有的目的准备 我们做最幸福的 但是要 要欣赏 要欣赏 要照顾 我们才会真正有福 好吗 谢谢老师 再次感谢老师 感谢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老师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什么不好 就是你还不跟下一排 反而是想不完 对 对 特别的为震撼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疫情期间 能到现场学习 那都是叫奢侈品 对吗 那我们学一堂 都要什么 就觉得 哇有可能下一堂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知道吧 所以对疫情期间呢 我们要保证 就是晚上我们早点开始 好吗 因为我们吃简单一点的 我们外面随便吃一点 晚上我们六点半开始 好吗 没有跳 因为晚上我们 没有跳 没有跳 我们这一堂大师 进化 可是不是都能不能唱歌表演 啊 哦 我们今天是奢侈品牌 那绝对不是要补养 你这样的送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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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